我们来看一下上个礼拜的部分的重点大概就是说 第一个我们如何把这个MySQL里面的资料 透过PHP帮我把资料捞出来 然后直接秀在这个我们的网页上面 那网页上面的话当然 这个资料库里面的不只是只有这个四个栏位 不过我们这边的话呢 其实只有捞里面的那个四个栏位 包含就是说分类 标题时间跟点阅总共会有四个栏位 当然在那个资料库里面不只是只有这四个栏位 还有其他栏位 不过一般呢 如果像新闻公告或者是其他论坛里面的东西也是一样 或者是像购物车也就是像电子商务现在需求蛮大电子商务 也是一样就是说 会先把一个一个table一个资料表的资料大概先秀出来 那比如说你这个翻例来看的话 这边有一个叫分类就是叫news type 这个叫news subject 这个叫news date 这个好像叫news hits hits的样子 然后呢分别怎么样把资料捞出来 那之前用php来写的话需要自己写生 不过用dreamweaver来写的话 你会发现用拖 有没有 那这个地方特别注意就是说呢 用dreamweaver虽然方便 可是呢 他的缺点就是说 你要学会设定 连结 连结资料库 有没有 第一步一定要连结资料库 那资料库呢 一个网站其实大部分只要做好一个资料库的连结就可以了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设定实际上是在哪边呢 在dreamweaver里面设定 那特别注意 dreamweaver里面呢 一定要先也是要按部就班 从网站里面的新增网站或管理网站 进到里面在逐一的设定 设定完之后的话呢 在我们的右手边会有个什么资料的面板 资料库的面板在做连结 那这个等一下呢我们也会把它重新再做过因为这个系统还原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需求说下方需要呢 做出什么 总共这个记录 总共第几笔到第几笔 就是第1笔到第10笔因为这一页嘛 那这个资料表里面呢 会有几笔总共有几笔资料 那以往要秀出这个讯息很麻烦 因为你必须要用php去 跑一个结果出来 然后呢再丢给某个变数 并且秀在上面 我想对一般来说很麻烦 可是呢 底下这个部分呢是用什么 用那个dreamweaver还记得吧 dreamweaver里面的那个功能有一个功能嘛 有没有 就123嘛 小按钮按下去就可以产生了 那这边的话呢上一页下一页还有最后一页啊 那这个效果也是用dreamweaver做出来 你可以按下一页 下一页之后的话他这边有第1页跟上一页嘛 有这个讯息出来 那这个部分的话也是用dreamweaver做出来 不用写任何一行程式啊 所以 其实有的时候啊 如果你们对那个写程式比较没兴趣 同学啊 不妨 可以利用dreamweaver来做 那我们做哪些事情 才能把这个环境给建置起来 首先的话第1个你要先 一样嘛 上礼拜的部分 如果你忘记的话 请各位 再把上礼拜影片 再把它打开来看一下 然后把重点提示一下 第1个 请你务必要变更什么 变更我们这个的安全性 就是 这个 XAMPP 这个 里面的security 他的那个安全性 安全性一定要变更 变更 那我这边有 从这边变更 按这个底下这个银结 那我的root的管理者的账号是 这个 ROOT 密码的话是1234 请注意一下 一定要设定一下 否则的话将来 如果你没有密码 人家很容易就进到你的资料库 可以篡改你的资料库 那这边我们改一下 所以 登录一下 然后 里面的话 记得就是我们上礼拜有增加一个news的 Database 资料库 那新增的方法非常简单 直接从 Home 再到资料库里面 这边打个news 然后 编码方式的话 拉到最下面的第2个 这一个 这边的话你打个news 那做法呢 如果有些遗漏啦 我想你还是看上个礼拜的影片 就会有详细的说明 然后呢 再来做什么呢 会产生一个news 并且把这个seql 这边点击 那一般如果你要建立资料库 会预先做一个那个seql的档案 这个档案的话 会在我们的网站的根目录就是我们的范例档里面的 范例档是news center这个 的根目录底下会有个 附档名是.seql的这个档案 那你就把它按右键编辑 打开来之后 再把它全选 全选贴上 按右键这边有个编辑 然后把这个全选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个 他有一个那个执行的这个部分 复制 贴到这边来 再按个执行 就OK了 那会产生什么 因为我这边已经有做过了 所以在暗示他可能会产生错误 所以我这边看一下 里面的话呢 一定会有两个资料表 一个叫news admin 这个admin里面打开来 其实就是一个账号 跟一个密码 也就是说呢 当然新闻公告系统 他有分两个部分 一个是使用者用的 使用者就是只能看到里面的资料 那另外的话呢 会有一个管理者 管理者的话呢 他才可以具有什么 发布新闻 的权限 另外还有什么修改 新闻的权限 还有删除 新闻的权限 所以呢这个地方不能给 给一般人用啊 不然一般人直接看到 这个新闻我想要怎么把他删掉 按个删除 那完蛋了 别人想看的话就看不到 所以特别注意哦 那这个地方 其实你可以运用在任何 其实只要是 一般的系统 或者像电子商务也是一样 电商也有分成什么 一般的 购物的 购物者 他主要权限只是 可以看到一个产品 他想要买的话 他可以新增到他购物车 这个是新增的动作 但是他不能够怎么样 随时上架嘛 就是说那个 商品上架 那只有谁可以 就是只有管理者 所以特别注意 任何的 系统 应该都会有什么 一个类似像 news admin 的table 里面的话呢 会记录 管理者的 比如说他的帐号跟密码 OK那这边的话 预设的是admin 然后密码也是admin 那还有就是说呢 这个叫news center 这个资料库里面呢 包含了 总共会有几个栏位的 包含news的id 就是他的编号 然后news type 就是他的类型嘛 就刚刚各位可以看到那个分类 然后还有news的day 就是发布这个新闻是什么时间 那subject是主题嘛 content的话是内容 那content的话呢 当然是点击之后 再把它带出来 还有是editor是谁编辑的 那OK的话是 是否审核之后发布 然后还有一个是hits 就是这个 点击的次数 也会在这边做记录 那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背后的一个后端的资料库 这个是一定要建立的 所以 如果你上个礼拜这个部分 我想有做过的话 今天因为电脑会还原 所以还是要再做一次 也就是你一定要 你要做那个这个系统之前 你一定要确认 你的 PHP myadmin 有没有变更账号密码 有之后的话呢 再看一下 有没有news的资料库 有资料库之后的话呢 再看一下 有没有 这个两个table 资料表 一个是管理者 帐号密码 一个是怎么样 一个就是我们的那个 公告的系统 所有的资料库 都在这里 那这个是必要的选项 如果没有的话 那你后面的那个网页 就不用玩了 那不过实际上 当然复杂度 其实还蛮高的 为什么 因为他这地方的话 需要一定要先把资料库 部分了解 那因为我们课程时间有限 所以如果你对于资料库 概念 比较 没有那么的 了解的同学 建议就是你去 要不就学一下像 Microsoft SS 或者是什么 SS也是资料库 或者是买 直接看 MySQL OK 那他的概念 其实都一样 OK 所以第1个的话 先把 环境先设置起来 这边其实还做蛮多事情的 那第2个就是怎么样了 等到我们的 网站 设定OK 然后呢 PHP MyAdmin 资料库也设定OK 再来 还要再做什么 做那个 Dreamweaver 切到Dreamweaver里面 把那个网站给建制起来 那上个礼拜的这个 建制部分的话 我再 再复习一下 实际上呢 我们动作都差不多 几项 第1个就是你要先确定一下 在你的 这个 网站 的制服器里面的这个 目录里面 一定要先帮我把怎么样的 网路上面那个范例档 一定要先上个礼拜如果你有 有存档的话 你就直接把他再call过来就可以了 叫做news center的这个 资料夹 其实就是我们网路上放的那个范例档 那上个礼拜的部分就把他call过来 第1个 确定有call过来 里面的话 我们 已经有做了一些东西了 所以一定会产生像什么connection 这个是我们连线的部分 当然这地方的话 第1个已经确定有放了 第2个的话呢 就是怎么样呢 你可以按右键编辑一下 他的路径是这一个 你可以按把它复制一下 因为等一下可能会用到 我们利用这个地方 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确定一下 我有了这个 实体的网站 第2个的话呢 再到哪里呢 再到我们的dreamweaver里面 新网站 新增网站 名称的话 我们简称叫news 好了 那他放在哪里呢 放在刚刚我复制这个 路径底下 或者你从这边按一下 也可以啦 去找到他 按选取 也可以 好那 或者是你直接把那个 路径 贴上 第1步就完成了 第2步的话 伺服器新增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新增 伺服器技术的话 你后面也不用玩了 因为他需要用到 用php 所以这边的话呢 伺服器名称 一样叫news 然后这边用本机 跟网站 再来的话 资料夹一样是刚刚那个资料夹 所以你也是要把它贴上 或者再按一下 也可以 找选取他 也可以啦 那确定这个路径是没错的 再来我们的那个网址的话 就是localhost 然后再加上什么 其实就是news center 就是在我们localhost 根本屋底下 会有个叫news center的一个 网站 虚拟网站 然后斜线一下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第2步 网站 伺服器 进阶的话呢 记得怎么样 伺服器模式 记得一定要选正确 如果你选错的话 后面 之后面也不用玩了 因为后面的那个动作都跟我们的设定一定会不一样 好 第3步 123 存档 然后呢 测试打勾 远端不要打勾 按储存 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的 dreamweaver的设定了 那设定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在右下角 就可以看到我们 需要的 相关的网页 那里面的话 上个礼拜是index 你可以把index打开来 就可以继续来做了 OK 这里我想 各位先把环境先设置一下 这里其实还蛮多地方 所以这个东西的话 还是很花时间 需要把这些 做出来 然后 我看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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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